欢迎光临 太保欢迎您 瓜田稻香 太保好地方 我们是太保市农会四建会的会员 我是姿意 我是韩荣 太保的农产品响叮当 太保国小的食农教育很厉害 这样说自己厉害好吗 当然好啊 想想看我们两个 一个整天看书 一个喜欢聊天 但是经过四建会的课程之后 我们竟然变成了好朋友 要说种菜 要说烹饪 我们可是一点都不逊色呢 不止不止 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分享呢 太保市农会 太保市四建会 太保市的青农 是我们太保国小食农教育的最佳伙伴 太保国小在校园内开坑一块小小的菜园 我们的食农教育课程就在这展开 要感谢青农叔叔阿姨们 把我们开坑出小菜园 让我们在实验实际的体验中 丰富的学习 四建会的姐姐带领我们跟老师 一起进行小菜园的工作 是啊 看见这些画面 又让我想起每个星期圆艺社种菜经验 从布种开始 还记得淑美阿姨教我们 太细小的种子 要混着一些土壤 让它变大一点 才能均匀的散布开来 每一次田里的工作都是一个新学习 看看我们的成果多么厉害啊 每一次到菜园工作其实很辛苦 要一直蹲着一直蹲着 蹲到我脚都麻了 可是呢 又充满了许多乐趣 圆艺社工作的记忆 是我难以忘怀的记忆啊 这是校长 校长也经常和我们在菜园里 每天 我们都会轮流到菜园里去浇浇水 出出草 或是做观察记录时 顺便抓抓小虫 一直到蔬菜长大了 我们一起来采收 这一次我们种的是空心菜 大丰收哦 其实我们还种过许多的蔬菜 像是茄子 小白菜 以及花椰菜 我们都种过哦 每次的收成 都让我感受到农作物的珍贵啊 手中握着亲自收成的蔬菜 深刻的体会到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的道理 圆艺社作业组 还有许多课程 包含认识事件会的理念与精神 水稻田讲座 邀请百大青龙番茄种植达人的 番茄种植达人分享新路历程和种植方法 走访叶班长的有机菜园 制作多肉植物盆栽 蔬果拼盘艺术创作 结合科技 画出植物绘图 从产地到餐桌 事件会还有许多有趣的烹饪活动 我们这一次做的是营养三明治 小黄瓜 番茄切片 火腿片过热水 淋上可口的美乃滋 再加上切的美美的卤蛋摆在一起 就是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营养三明治 主预言做奶酪也难不倒我们 我们还会把制作过程 用图画的方式呈现出来 并制作成烹饪小酥 留下记录 这个还记得吧 当然记得绿色蔬果汁啊 把我们自己种的空心菜和蔬果 一起炸成蔬果汁 出乎意料还蛮好喝的 这是我很喜欢的 做蔬菜章鱼烧活动 学习如何准备食材和烹饪技巧 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位大厨 每个人都完成了一盘 好有成就感哦 来了来了 玉米浓汤来了 又香又浓 玉米饱满的好喝玉米浓汤 使我们也更认识太保的在地农特产品